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過年 請你跟你所謂的弟兄姊妹講說 跟他互道恭喜 跟你所謂的弟兄姊妹跟他互道恭喜 那關於過年的由來 我知道弟兄姊妹蠻多人都知道的 那其實關於過年的由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其中就以年獸的傳說作為普遍 就在古早古早時候 我們老祖宗 他們常常遭受到一隻猛獸的威脅 那這隻兇猛的野獸就叫做年 那年獸他的頭跟獅子一樣威武 那身材比大象還要大 那他力大無小 他只要一撐 就那個什麼 那個山搖地洞 那這個年獸平常是以一般的動物 小動物為他的食物 直到冬天呢 怎麼樣 冬物要冬眠 很多動物都冬眠對不對 他找不到食物 於是呢 他就跑到民間來 跑到民宅這邊來 那這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擾 一開始他只是去吃那些什麼家禽 那些家畜 可是沒有多久 人們也受到騷擾 那這個時候呢 隨著那個時間久了呢 大家都發覺說 年獸他有弱點耶 第一個弱點是什麼 年獸很怕什麼 紅色的東西 這是鞭炮嗎 弟兄姊妹 那他很怕那個紅色的東西 然後還有呢 他很怕那個 很怕那個火光 所以家家戶都點了那個蠟燭 那個時候還沒有電燈 所以他就點蠟燭 還有呢 他很怕那個響聲 很怕那個響聲 然後有一年的冬天呢 有一年的冬天 那年獸又下來了 有必不得已 要出來覓食了 然後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備而來 每個人都已經預備好了 然後家家戶戶都貼了 貼了這個 這叫什麼 對聯 然後春聯 然後也準備了 大家燈火通明 就是不睡覺就對了 然後呢 那年獸來了 看到 哇 嚇了一跳 就準備要跑的時候呢 大家拿出那個敲螺打鼓 螺跟鼓 就開始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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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東西嗎 大家製造一下聲音好不好 那我們製造一下 看你能夠製造最大的聲音 就製造出來 好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年獸嚇著就 咻 又跑掉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然後隔天 隔天早上呢 大家彼此就互到恭喜 這就是 一年一年傳下來 就是年的傳說 那我很喜歡 基督徒碰面 通常會講什麼 平安 平安 那今天有一個題目就是 願你們平安 其實你跟你左右弟兄姐妹講說 願你平安 那因為我真的覺得過年的時候特別需要平安 過年的時候非常非常需要平安 那我要引用一節經文 是在但以理書的十章十九節 那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念 但以理書的十章十九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他說 大門倦愛的人啊 不要懼怕 願你平安 你總要堅強 他一向我說話 我便覺得有力量 說 我主請說 因你使我有力量 我們再讀一次 來 他說 我們一起低頭來祷告 耶穌謝謝你 在馬年的第一個主日 主啊 你透過你的仆人 對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來說話 因為你一對我們說話 我們心裡就有力量 在新的這一年 讓我們恩典滿滿 更是說 從年初到那個年尾 我們都有從你而來的平安 與我們在座的民間 每一位弟兄姐妹 還有我們的家人同在 謝謝主 奉耶穌今天的名祷告 Amen 這一節經文 是 永成傳道 在兩年前開刀 開眼睛 看到眼睛的刀的時候 那天早晨 恩慈師母送一個簡訊給我 他說永成這是我今天 禱告的時候 神給你的話語 就是戴衣禮書的十章十九節 他說 我再唸一次給大家聽 神的話語說 他說大門 其實他是天使 天使長對戴衣禮說 大門最愛的人講的是戴衣禮 大門最愛的人不要懼怕 願你平安 願你平安 你總要堅強 他一向我說話 我便覺得有力量 說我主請說 因你使我有力量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節經文 因為那一天 那個開刀之前 其實醫生跟我講說 那個刀蠻麻煩的 就一般的刀就是 可能一般什麼 像擺內張啊 或什麼一些眼睛的手術 通常開刀 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好了 然後馬上就可以出院了 我那個刀開了三個小時 然後要住院三天 我幾天也不知道這麼麻煩 後來才知道原來好麻煩 那醫生越解釋呢 其實就覺得 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覺得有點忐忑不安 那可是當神的話語一進來呢 我的心裡面就有力量 所以今天在大年初三 今天大年初三的時候 我就想說 講一篇信息就是 願你們平安 那在馬太福音的28章9節 還有路加福音的24章36節 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讀 這兩節經文 這兩節經文都是 就是耶穌復活之後 對門徒顯現的時候 他所說的第一句話 那我們一起來讀 來 忽然耶穌遇見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他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 那路加福音24章36節 來 正說這話的時候 主親自站在他們中間 說願你們平安 這是我剛講 這是主耶穌復活了以後 對門徒顯現 對門徒顯現的時候 他說的第一句話 通常第一句話跟最後一句話 有特別的意義 最後一句話其實是在 十字架上說成了 那耶穌復活對門徒顯現的時候 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願你們平安 那他想像當時的背景是什麼 當時的背景是 他如果讀約翰福音的話 13節到 約翰福音的13章到16章 是講的是在最後的晚餐之後 耶穌不是知道說 他已經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他要跟門徒分離了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門徒們交代一些事情 包括什麼 他賜下一道新命令叫做什麼 你們要彼此相愛 我怎麼愛你們 你們要怎樣彼此相愛 然後他說 我走了之後會賜下聖靈的保衛師 聖靈會來 然後他同時講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跟生命 他一直在告訴門徒一些事情 然後沒有多久 耶穌就被捕了 然後耶穌就被釘在十字架上 然後就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門徒 如果你是門徒 你可以想像當時那種錯愕嗎 突然之間耶穌跟他們說Goodbye 然後說Goodbye之後 他的接下來的情形是這個樣子 遠遠超過他們的意外 這是他們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門徒那時候一定是很驚恐 很懼怕 很擔心 很沮喪 很無助 可能是絕望 他就不知道戲要接下來要怎麼唱下去 然後於是耶穌看到他們的時候 對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願你們平安 願你們平安 那你發覺說第三天早晨 耶穌復活了 那他對門徒顯現 那對門徒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願你們平安 那我們再看使徒行傳的十五章二十九節 大家可能也是滿熟悉的經文 使徒行傳十五章二十九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就是禁界寄偶像的物和血 並勒死的牲畜和殲淫 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界不犯就好了 願你們平安 使徒們 當時在《使徒行傳十五章》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因為使徒們為了外邦人的信徒 很多外邦人信主了 那外邦人信主了 可是這時候猶太人的信徒開始想說 他們沒有收歌禮 他們沒有守律法 他開始講這個事情了 於是使徒們為了這個事情 有極大的爭執 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就是耶路撒冷會議 他們要決定一件事情就是 外邦人要不要遵守 猶太人的律法 感謝主 感謝主答案是不用話 因為我們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包括我 我們都是外邦人的信徒 我們都是外邦人的信徒 如果我們要手納六百多條的律法 我們就很辛苦了 比如說今天是安息日對不對 今天是主日 主日的時候 安息日是不能搭電梯的 因為他 不能用手去按電梯 不是不能搭電梯 應該講說不能用手按電梯 所以 於是你到以色列 你看到他們的安息日 就是禮拜五的晚上六點鐘 到禮拜六的晚上六點鐘 那個時間 他的電梯都是自動控制的 你從電梯要到十樓的話 他每一層樓都會打開 因為你不能按 因為那是違反律法的 知道嗎 因為猶太人根據那個十屆 隱申出來六百多條的法律 那其中包括三百多條不能做的 兩百多條可以做的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那你要做到這些事情 你才是一個很OK的人 感謝主 在耶路山的會議裡面 就決定說不用 那你知道嗎 那你想 你可以想像外邦人 那一群外邦人的信徒 在等待這個 這想像是一個判決對不對 在等待判決之前 他心裡那個忐忑不愛嗎 他在等待那個 所以你看 使徒們跟他們講說 好 你們要禁戒 那個既有相的物 還有什麼呢 血 不能吃血 還有呢 累死的深處還有堅飲 除了這四樣之外 其他都沒有關係 願你們平安 得到釋放了 所以你肯定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講說 願你平安 願你平安 那我剛剛講 因為我們現在過年年初三 過年時間真的是特別需要平安 那詠誠哥小的時候 非常喜歡放鞭炮 我記得我才兩歲多的時候 我就放那個 大家以前都放那個水源一樣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放那個 那個叫做電光炮 那個比較大顆的 比較大顆 然後兩歲多 我還笨笨的 我就覺得說那個炮 我就把它埋在土堆裡面 還用手蓋它 結果那個炮是 三秒鐘就爆的 結果當場就 然後於是我除夕就去掛急診 然後我哥就被罵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過年非常需要平安 過年是非常非常需要平安的 然後 我前兩天看報紙 有一個明星 他是算明星還是什麼 主持人 這叫什麼名字 朱克亮 朱克亮說 朱克亮他現在已經戒賭了 他說 他說 他說以前他在做秀場的時候 他在秀場當主持人的時候 每次秀場的老闆呢 大概在除夕之前就給他 那一年的 那個錢都給他了 就是過年可能他要演到大年初六 他說演出費全部給他了 結果呢 通常他一個晚上就全部都輸光了 然後可能還輸了好幾個月了 接下來還是說不用錢的 你知道嗎 因為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錢很多 現金特別多 所以最近跟你左右弟兄姐妹講說 要小心用錢啊 過年非常需要平安 因為你錢多了 是容易什麼 亂買東西對不對 那還沒有信主的人很容易去賭博 很容易去賭博 然後呢 過年的時候一定要出遠門對不對 一定就是會出去嘛 那你只要出遠門 你看海陸空 陸海空 天上是什麼 飛機對不對 然後 地上 地上是可能你坐車子 或是開車子 不管坐車或開車都很多人嘛 然後 然後有人可能是坐船去了 那anyway 那個交通很重要 所以我們講說出入要平安嘛 出入一定都要平安 那因為 人多的時候問題就多 大家知道中國 每年的春節的運輸 他們稱為春運對不對 春運 春運你知道 一年多出 那個人的移動的次數是幾十億 幾十億之多 在動來動去 你知道 那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 過年前後的兩個禮拜 整個中國就開始乾坤大諾意 從深圳上班呢 就跑到東北回去 回去老家嘛 那可能在哪邊呢 又回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你就發覺說 哇 同時間幾億的人口 在那邊動來動去 大概有 每年春運 都有幾十億的人次 在移動 大家看過 有一部電影叫做 人在窘途嗎 蛤 這是我在中國宣教的時候 我在那個 遊覽車上面看到的 太經典了 他就講春運 有嗎 有發現說 欸 蠻特別的 他不管他做什麼 什麼都遇到問題 所以過年需不需要平安 非常需要平安 開車的利虹姐妹 需不需要平安 一定需要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定塞車嘛 對不對 塞車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耐住性情 然後到那個休息站呢 哇 要排隊 不管什麼都要排隊 要不要平安 當然需要平安 因為你不小心就會生氣 生氣就會跟人打架 或吵架 所以過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特別需要 從神來的平安跟保守 那感謝主 神的心意呢 是願意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呢 都要得到平安 因為神的心意 就是讓每一位神的兒女 都要得到平安 那我們繼續來讀 羅馬書的一章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我寫信給你們在 羅馬為神所愛 奉召做聖徒的眾人 願恩惠平安 從我們的父神 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新約裡面 大多數是保羅書信 在保羅書信的 不同的書信裡面 他有一個共同的部分 就是什麼 他的問候 保羅他的問候方式 他都是講什麼 願恩惠平安 有的時候他會加聯名 願恩惠平安 從我們的父神 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所以真正的平安呢 是從神而來 真正的平安一定是從神而來 那我要問一下 我們當中有沒有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們當中有沒有第一代的基督徒 可以把手舉起來嗎 好 請 好多喔 那第一代基督徒通常會遇到 會遇到比較多的挑戰 可是也特別的蒙福 因為你們家人要因著你 要信主 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這張恩典 要因著你 要臨到你們家人的身上 可是很多第一代基督徒 一開始他過年的時候還遇到什麼問題 要面對祭拜祖先對不對 要面對祭拜家裡可能供奉的那些偶像 然後還面臨什麼 吃雞霧的問題 那過年很多時候我們要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知道很多姐妹 你可能要去面對什麼婆媳問題 有一些姐妹要面對什麼 那個姑嫂的問題 如果你的先生有很多姐姐或妹妹 我不是說姐妹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人需要面對一些古早的問題 還有人要面對一些什麼 軸利的問題 那還有人是要面對 你可能是很多年以來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那些家人關係的問題 那我知道像我記得我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我住在那時候住在那個 住在台北的那些堂妹們 那時候我住新竹 我阿嬤住新竹 然後我的堂妹因為不會講台語 那每天他們回到新竹的時候 就有一點辛苦 因為我阿嬤只會講台語 她不會聽國語 然後那些堂妹們每次回到新竹來 就跟我阿嬤打個招呼 阿嬤好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通常會躲起來 因為有的時候跟阿嬤講話 阿嬤講話他們聽不懂 阿嬤就會有點生氣 那就會有點開始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如何自處 那我也知道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今年的時候 像我小孩今年在去年剛嫁 所以今年是第一年自己在國外過年 那本來是跟我的女婿 可是我女婿去另外一個地方 interview 於是只剩下她一個人 那她就一直打電話回來 說每逢佳姐被失勤 她就真的很了解這一句話的意思 那這個還是OK的 如果你家裡 可能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 可能在過去這一年 你的親人過世 那我知道那對你來講 真是不容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然後我知道像去年 昨天我們在回娘家的時候 我們那個小孩 六歲那個小孩 他說爸爸爸爸你手機借我 我說你要幹嘛 我要用一下你的計算機 我說用計算機你要幹嘛 然後算一算 他說算一算之後 他說 Auntie你39歲了 我說小孩子沒有教好 怎麼可以講阿姨的年紀呢 因為他還單身 那你就會發覺說 我聽到一些單身的那些 那些弟兄姊妹的分享 因為一到了某個年紀 有的時候你每年過節的時候 你就要面對家人怎麼樣 很像鬧鐘 鬧鐘通常你每天 你都會設定幾點鐘 我們要成根 六點起床 按掉 然後沒有想到 講說按掉可以繼續睡覺了 又來一個 過年的時候就像這個樣子 可能姑姑講了 媽媽講了 爸爸又講了 不同的人就一直在問同樣的問題 逼得你都快要昏掉了 那三班族的弟兄姊妹 可能在過年的時候 通常我們最在乎的 因為像我上班的幾個公司 都是在過年的前一天 或是前兩天 發年終獎金 那有的時候你就開始在等 哇 今年到底可以拿多少 那你那個時候 自己會開心一下 或是不開心一下 那沒想到 你回家過年嘛 爸爸媽媽又要問一下 太太又要問一下 那這個家人又要問一下 那有的時候 哥哥或是姐姐或是誰 又會講一下說 我領了幾個月很開心 我怎麼再領半個月 你領三個月 哇 那個一比較 就很不開心 所以請你跟主要弟兄姊妹講說 不要比較 因為神的心意是願意 每一個屬生的兒女平安 可是我們需要知道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有正確的思想 請你跟主要弟兄姊妹跟他講說 一定要有正確的思想 那我們一起來讀真言的四章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 那有一個觀光客 有一個觀光客 他在爬山 爬山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水都喝完了 他就把他水都喝完了 然後好不容易看到一個湖 哇 前面一個湖 非常非常清澈 他就馬上跑過去 然後就噴起水來喝 喝完很開心 那突然一抬頭一看 哇 破壞神 我想 我中毒了 啊 糟糕 然後看到旁邊有一個人來 他就跟他講說 欸 你可不可以幫我送到 附近的醫院去一下 我中毒了 然後那個人就把他送到醫院去 然後沒有錯他醒過來了 他醒過來看到醫生在旁邊 他說醫生醫生我會不會死啊 醫生就笑著對他說 某某人上個禮拜 也有一個觀光客被送到這裡來 他跟你是一模一樣的症狀 因為你是不是看到一個立牌叫Poison 他說對 他說 你看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它是兩個S 不是一個S 它是P-O-I-S-S-O-N 蛤 真的嗎 他說這個是法文的小魚的意思 他說這個意思是我沒有中毒嗎 他說對 然後他說哇 你知道醫生們都講說 學過醫學的就知道 你知道當你的心理覺得你中毒了 你生理就會完全產生中毒的反應 你會包括嘔吐 包括發燒 全部都來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思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請你跟你走的弟兄姊妹講說 你的思想很重要 你的思想很重要 去年在外展活動的時候 我們看了一段video 是那個鄭秀文 Semi他的video 後來他變成紀錄圖 我是去年才知道 那我在看那段video的時候 我就很感動也很驚訝 原來鄭秀文 這就是一個非常出名的歌手 原來他把自己的價值 還有他的安全感 建立在什麼 建立在他的專輯 每一張專輯 是不能夠進排行榜的前三名 然後我想說哇 這個很不容易耶 港台這麼多的歌手 對不對 什麼台灣隨便講 就可以講出好幾個一頭拉股 那香港也是啊 什麼張學友 王菲啊 什麼劉德華之類的 哇 那進前三名 每一張專輯都要進前三名 那談得容易 然後演藝圈裡面 都是俊男美女對不對 然後要把他的價值感 還有安全感建立在什麼 他的身材是不是維持得很苗條 然後臉蛋是不是都維持得很漂亮 哇 那真的是 難怪他非常非常不開心 那他講到說 有一段時間他為了保持他的身材 他一個禮拜只吃兩顆蘋果 然後常常惡婚 惡婚過去 哇 真的很難想像這樣的情形 那利兄姐妹想想看 你的價值感跟安全感 又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面呢 在上班族的利兄姐妹 你的價值感 你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你的年終獎金領多少嗎 還是在你的老闆 是不是肯定你 還是你年終的考季 那我知道我們這邊有一些 在經營事業的利兄姐妹 那你的價值跟你的安全感 又是在哪裡 是在你達成你的公司的成長率嗎 還是你設定的業績目標 我記得我在2001年到2003年 我到我的公司 那時候在內湖的那個科學園區 內科 俗稱內科 那時候因為內科還沒幾家公司 那那邊的餐廳很少很少 所以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很不方便 那同事們就跟老闆反映說 中午吃飯不方便 找不到大概離最近的餐廳都要10分鐘15分鐘 那中午休息時間只有 忘記是4、5分鐘還是一個小時 那不是很夠 那公司就決定開始在公司內部設立了一個員工餐廳 那就是找附近的一家非常出名的蜘蛛餐的老闆來外包給他 那第一個月 第一個月我們就是叫做什麼 長鮮期對不對 那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每天大概200多個人去吃那個蜘蛛餐 一餐其實是50塊 可是其實因為老闆有補助 所以50塊我們可以點兩道主菜 可能雞腿加排骨 然後所有的菜可以自己拿 看你要拿多少就可以吃多少 然後飯可以吃到飽 那每天都有兩道湯 一個是那個什麼紅豆湯 仙草 冰的 一個是熱的 可是沒想到過了不到兩個月 然後生意開始變差了 只有下雨天的時候 大概還可以到200個人左右 只要今天大家都跑到外面去吃飯了 因為那時候吃完餐廳變多了 那大家就覺得說 那個菜怎麼變來變去就是那些菜 你知道嗎 如果老闆把他的價值跟安全感 建立在他生意好壞 你知道他生意好壞就這樣 晴天當到谷底 雨天很開心今天下雨了好棒 晴天又下來了 雨天又上來了 如果他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的價值還有安全感 是建立在這樣子的不穩固的基礎上面 我們心情恐怕也是這樣子上上下下的 那弟兄姐妹 在上班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你老闆的肯定上面 那一旦他對你有一些負面的看法 那你怎麼受得了 或是別人對你有一個那種 輕蔑的眼神的話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那請你跟一組的弟兄姐妹講說 我們的好壞不是建立在別人的話語裡 我上個月 12月的時候讀了一本書 叫做《先別急著當傻瓜》 我還蠻喜歡這本 這本書鼓勵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這本書叫做《先別急著當傻瓜》 那跟你左右弟兄姐妹講說 你不是傻瓜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他講說什麼 有一個人從小被嘲笑是傻瓜 那在他小學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全班同學都知道他的IQ只有73 然後大家常常會開他玩笑說 牧人你知道嗎 猴子的IQ多少你知道嗎 50 猴子的IQ是50 那你知道星星的IQ多少嗎 25 他說那你知道海豚的IQ多少嗎 70 然後他們就開始學海豚的叫聲 因為他73嘛 跟海豚的事實上非常接近 然後他們就說 IQ73的還有希望嗎 你不用讀書了 這樣的人沒有盼望 然後你知道 中國人有一句成語叫什麼 三人成虎 一個講 兩個講 三個講 哇 講到後來他自己都相信了 每次在有什麼好的想法 有什麼好的創意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你這個又從哪邊抄來的 從哪邊偷來的idea 那不是你的想法 於是人們這樣講的話 講的講 所以他畢業 他選擇過一個離群所居的生活 他過一個非常非常悲慘的生活 就這樣過了十幾年 那有一天有人來找他 他跟他講說 當年發生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的IQ其實是173 他是他們學校 甚至是那個州的IQ紀錄的保持人 可是他說 那你怎麼會過得這麼悲慘的生活呢 因為他說 他說我老師告訴我 我的IQ只有73 於是他衝人去找他老師說 老師老師為什麼當時我IQ是73 你跟我說我IQ是173 你說我是73 他說 老師就說 我那時候看你 你看起來就是一個傻瓜 那我不相信你 可是我不相信你 你為什麼也不相信你自己 他講的那句話 我覺得滿特別就是 你為什麼不相信你自己 你知道嗎 今天神也對我們說 你為什麼不相信你自己 而且相信我們的神 很多時候我們不要被別人的話語抓住 在新的這一年 當我們講說 願你平安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被別人的話語抓住 被別人的話語抓住的時候 可能是很難有平安的 可能是很難有平安的 利用姐妹 我們千萬不要被別人的話 來決定我們的一生 我們絕對不要讓別人的話 來決定我們的一生 不管那句話是有心還是無意 你知道嗎 這位老兄 大概知道他的IQ是173之後 他的生命開始翻轉 他變成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家 然後呢 他後來成為一個演說家 他到處去演講去鼓勵人 他把他生命的故事講出來 原來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因為人的一句話 就把我們打壓成那個樣子 所以弟兄姐妹 在新年的一開始 在馬年的一開始 讓我們有一個不同的看見 有一個不同的思想 我們剛講思想很重要對不對 這個思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然後呢 在新的這一年 我們一定也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努力的去嘗試 成為某一個人 你就是你 跟你主的弟兄姐妹講說 你就是你 你就是你 你不要去羨慕其他人 不要去羨慕其他人 因為神造你 就是獨一無二的 神造你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 那話說 大家都知道小麻雀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麻雀 聖經裡面講到麻雀的故事 那有一隻小麻雀呢 他每天最開心的事情 就站在那個電線桿上面 那就是看著很多很多的動物 在那邊跑來跑去 然後他就幻想說 我要是能夠變成其中的某些動物 該有多好 因為他老是覺得他自己不夠好 那隻小麻雀 覺得他長得不夠帥 長得不夠漂亮 他覺得他平淡無奇 所以他一直想要成為其他的動物 他就跟上帝禱告說 上帝啊只要一天就好 讓我可以做 不要做那個一無四處的麻雀 讓我可以成為其他的動物 然後神就答應了他的祈求 答應他的祈求 他說不過神有個條件 他說可是你要捨棄身上的 一樣最珍貴的東西作為代價 那小麻雀當然就同意了 那小麻雀他首先變成什麼 一隻老鷹 因為他最羨慕的就是老鷹 能夠展翅高飛 能夠翱翔在天際 那馬上他發現 翅膀長出來了 然後他就想要拍翅膀想要飛 結果發覺說 怎麼飛不起來 那這個是不是哪個地方錯了 然後另外一隻老鷹就飛過來 他在身邊說 那個我告訴你喔 我告訴你喔 你要用力的飛 因為我們從小 從小老鷹開始 我們被訓練要翱翔 你要之前要先奮力的正次 你要學習你才能飛 不是不用做什麼事情就可以飛了 那他突然覺得說 原來當老鷹這麼不容易 那我去學那個 我去變成那個豹好了 豹跑得好快 我很喜歡 豹非常敏捷 於是他就馬上變成那個豹 那個豹要捕捉食物對不對 他肚子餓了要捕捉食物 他突然覺得他怎麼跑得不夠快 倒是抓不到食物 然後他正在納悶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另外一頭豹跑過來了 他說上帝要我跟你說 我們跑得這麼快 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被訓練了 所以你要努力 你要加油 加把勁 然後他突然發現說 哇 當豹也好辛苦 他說那我當一條魚好了 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邊游泳 然後後來發現說 哇 當魚也不容易 因為總有比你更大的魚 要來吃你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當蜜蜂好了 當蜜蜂好了 到處年花惹草 看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原來後來想說 原來當蜜蜂也是這麼辛苦 然後我當駱駝好了 後來發現當駱駝 一樣有駱駝的煩惱 結果他後來跟上帝講說 上帝啊 可以讓我再變回 我原來的小麻雀的樣子嗎 那上帝答應了他的祈求 他說 小麻雀你知道 你原來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嗎 就是那一份無憂無慮 當小麻雀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想 肚子餓的時候呢 只要去抓一隻蚯蚓就夠了 他什麼都不用去煩惱 那弟兄姐妹 我們不是去抓蚯蚓就好了 可是其實神創造我們 是讓我們可以 在他的裡面有平安 在他裡面有平安 那所以不要去羨慕別人 不要去羨慕別人 那神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恩典 都不一樣 那請你跟你主要的弟兄姐妹講說 你是神所造獨一無二的你 你是神所造獨一無二的你 第二方面 在新的這一年 神願意我們再做 每一位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要有正確的焦點 我們要有對的焦點 那在馬年的一開始 我們開始想想看 那我們人生的焦點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約翰一書的二章十六節 我想會給你們很好的提醒 約翰一書的二章十六節 大家很熟悉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來 因為凡世界上的是 好 這邊講到世界上的事 有三件事情是什麼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神那邊來的 是從世界來的 那如果我們從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 我們就知道了 他們一開始就犯了這三個罪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還有今生的驕傲 我們一起來讀創世紀三章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你看夏娃 夏娃 你看她說 見那顆樹的果子 好做食物 見 看見眼目的情慾 約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慾 可喜愛的 她想要吃好做食物 這是肉體的情慾 也包括肉體的情慾 然後呢 能使人有智慧 有智慧如神 這個因為蛇告訴他的 你可以吃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智慧 如同神一樣 如同神一樣 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不用靠神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在過年的時候呢 那個眼目的情慾 弱體的情慾 精神的驕傲 我們也是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我個人非常喜歡三期的產品 我非常喜歡三期的產品 可是我以前在電腦公司上班 所以我就喜歡看雜誌 看相關的雜誌 也喜歡三不五時就去賣場 看一看 看有什麼新的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看一些產品行路 然後就拿別人來玩一玩 看一看玩一玩就會想要買 然後所以我的手機的壽命 在我全職服飾之前 我的手機平均壽命大概是一年吧 我每次看到新的我就會買一台 看到一支新的手機 我就會買一支新的手機 然後呢 舊的手機就是給美玲姐用 然後她每次就說 沒關係我用舊的就好了 然後後來換到某個階段 她說你快不要再換了 因為你換了我都不太會用 那其實眼目的情慾 你就會發覺眼目的情慾有一個特色 很不容易 我們很不容易從那個裡面得著滿足 當你有一個新的手機 很快你會發現說 哇怎麼又有一個更好的 你又想買另外一支更新更快的手機 那就很像那個什麼 那個喝了那個海水 你又越喝越渴 因為你想要擁有更多 想要擁有更好更快的 那買了之後呢 沒有多久就後悔 那我記得在母會的時候呢 關於眼目的情慾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特別對弟兄 那在母會有一年 我們在禱告山的時候呢 那很多弟兄們就找張哥一起 就問他說 牧師 牧師 我們怎麼樣面對情慾的問題 因為男人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牧師當時大概55歲左右 然後牧師就說 我年紀還不夠大 我告訴你們 在台灣有一個前輩 叫做吳永長老 大家聽過他的名字嗎 那我站在那裡光 我跟他少一個字而已 不過那個永不一樣 那他說 吳永長老在他70多歲的時候 對他的弟兄姐妹做一個回答 因為弟兄姐妹問他同樣的問題 說長老 長老 我們怎麼樣面對那個情慾的問題 然後吳永長老說 我活到了70多歲呢 我活到這把年紀 我還沒有想到好的方法 那所以大家要學習約瑟吧 約瑟是什麼 能夠躲避躲遠 就能逃躲遠就逃躲遠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勝過野木的情慾 所以弟兄姐妹 能夠逃躲遠就逃躲遠吧 那過年期間 弟兄姐妹們 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 特別你一個人的時候 在上網的時候 特別要小心 因為野木的情慾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來的 肉體的情慾 過年的時候 肉體的情慾是特別容易的 因為什麼 吃 喝 睡 對不對 這都是肉體 過年的時候是不是吃很多 吃很多 我知道很多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可能是你的岳父岳母 你要你吃你也不得不吃 那有的時候 人家裡喝點小酒 你就不得不不 過年真的有很多不得不 那是OK的 可是不要喝醉了 睡的時候有的時候就是 跟家人可能一起守睡比較晚 所以隔天就比較難早起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鼓勵大家 還是要有誠根 QT 因為你就會發覺 上過成長班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要養成屬林的習慣真是不容易 要花至少花六個禮拜到七個禮拜 可是你要回到過去 睡是如此的容易 通常過個年 你知道當牧師傳道的 最怕弟兄姐妹過年 因為每次過年就通通還原 因為好不容易養成的屬林基地 突然直接發覺說 我們都不好意思 過年這個禮拜 我都不好意思 看到弟兄姐妹就說 你有誠根嗎 平常我都會這樣問候大家 可是過年的時候 我就會努力的 讓我嘴巴那個閉上 不問大家這件事情 那下禮拜我就開始問了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還有什麼 世界的事情還有什麼 臉目的情願 熱情 還有今生的驕傲 今生的驕傲 我們在禮拜二誠根的經文 那裡面講到什麼 以色雅書的十章十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好嗎 以色雅書的十章十二十三節 來 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 好 十三節來 因為他說 我所成就的事 是靠我守的能力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聰明 我挪移列國的地界 搶奪他們所積蓄的財寶 並且我像勇士 使作寶座的降為杯 在我傳福音的過程當中呢 我就遇到很多人曾經 他很自豪地跟我講說 我不需要神 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我活了三幾歲 我都是靠自己 有遇過這樣的人嗎 你在傳福音的時候 有嗎 我一直也是這樣子 對我傳福音的人 我也都是這樣講 所以直到三十六歲才信主 當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忘了一個身份 我們是受造者 我們忘記了一個身份 就是我們是受造者的身份 忘記了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創造者 忘記了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創造者 這就是驕傲 有一個科學家對上帝說 現在科學太發達了 我們已經可以有複製人了 有複製羊複製人 我們可以分割連體因 我們可以分製出來DNA 我們甚至可以利用幹細胞做什麼 做這個做那個 人類的平均壽命已經80歲了 我們可以完成非常多 以前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結論是我們不再需要你了 上帝就對那個科學家就說 好 很好 為了測試一下 你們是不是真的不再需要我 那我們來舉行一個比賽 舉行一個什麼比賽呢 造人的比賽 可是有一個前提就是 我們必須要用泥土來造人 那科學家說好 那隨後科學家說好的時候 同時就從地上抓起一把土 然後神就對他講說 請你用你自己造的泥土 我們都知道神造一切的萬物對不對 那神對他講說 請你用自己的泥土 那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那個忘記很多時候 當我們覺得我們一切都OK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忘記了照我們的神 我們認為靠自己 那是OK 那有一位同事 我聽他做見的時候很感動 他去年3月的時候姓主 那他在公司已經待了10幾年 是一個中階的主管 中高階的主管 那過去連續10年吧 公司不賺錢 所以給他帶來很大很大的壓力 那加上組織不斷的改變 那對中階主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更辛苦的就是 他其實不知道接下來公司到底何去何從 那加上公司曾經是股王的時候呢 每個人就會看到他就很羨慕他 喔 你在某某公司上班 哇 好棒喔 那隨著公司的股價掉落在10塊以下 那大家每次看到他就說 你還在那個公司嗎 然後眼神就寄予無限同情 同樣一家公司喔 然後他就分享到他的家庭 分享到他的家庭 當他惶惶度日的時候呢 他太太的生活呢 他太太是家庭主婦 生活依然沒有改變 他每天頂著壓力努力的裝作賺錢 他的太太呢 每天就是常常去逛街呢 然後呢 花錢 然後於是他就很不開心 那有一次無意中拿起他的太太的手機一看 他就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讓他非常擔心的事情 於是呢 有事沒事他就想拿你太太的手機看一下 弟兄姐妹你會不會有事 每次想要拿起你的女朋友 或是拿起你的太太 或是拿起你的先生的手機看一下 那你要注意了 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任何的不安全感 那位弟兄他講到 關於工作他有強烈的不安全感 關於他的婚姻他有強烈的不安全感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有一些不安全感 可能是對於你的家庭 對於你的婚姻 對於你的工作 對於你的經濟 對於你的健康 對於你的生活 對於你的孩子 或者是有人是對於政府 或者是對於政府 那因著這個不安全感 每個人做的方式也不一樣 有人找人算命 有人呢 選擇逃避 有人常常就陷在那個恐懼 擔心跟害怕的裡面 那我這位同事呢 他後來他成為弟兄嘛 他去年三月受洗 他選擇呢 他選擇不再 他選擇謙卑下來 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靠自己 他沒有辦法靠自己 勝過那些不安全感 這個時候他讀到神的話語 以賽亞書的43章4節跟5節 我讀給大家聽就好了 因我看你為保為尊 又因我愛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地幫人替換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 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 又從西方招聚你 那他讀了這個神的話語之後呢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神很愛他 那雖然環境沒有任何的改變 他還在原來公司上班 環境沒有改變 他跟他太太還在一起 環境沒有任何的改變 可是呢 他心裡面開始有平安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從昨日今天到永遠 都是一樣的 好第三方面我們要結束 就是即使在暴風雨的當中呢 我們依然有平安 在暴風雨的當中 我們依然有平安 馬可福音的4章37節裡面講到說 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打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 你就會發現 在你我的生命的當中 有很多的暴風雨 都是什麼 突然之間來的 很多災難 失敗 疾病 親人 去世 生病 什麼的 都不在我們的預期的當中 我知道今年過年的期間 有弟兄姐妹的家人 住院開道 那也有人家人生染重病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這些風雨 都是神所允許的 讓我們得到益處 世人的平安是什麼 世人的平安是當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們稱作的那個是平安 那有一個畫畫比賽 那個題目就是 要求所有的參賽者 就畫一幅圖是關於平安的 那有人就畫了一個大壺 非常非常平靜的一個大壺 壺面上有山的倒影在那個上面 那有人畫了 畫了在庭院裡面的一棵大松樹 大松樹 那充滿那個靜密那種氣氛 那最後得獎的是一幅畫 那幅畫呢 是一個有一個大瀑布 那個大瀑布 畫得那個栩栩如生 甚至你就感覺到 那個好像那個 可以聽到那個隆隆的水聲 那在大瀑布旁邊 非常的香甜 弟兄姐妹那就是真實的平安 就是真實的平安 雖然旁邊有瀑布 雖然裡面有隆隆的聲音 可是他們完全沒有受影響 所以在約翰福音的十四章 二十七節裡面 耶穌留下一句話給他的門徒 他說什麼 也是今天給我們在座弟兄姐妹 他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這是耶穌對當時對門徒所說的話 也是今天對你我所說的話 那很像什麼 因為耶穌知道 他已經要離開這個世界 就很像這邊有一些做媽媽的 或做爸爸的 你要遠行 你要離開你年幼的孩子 這個時候你要吩咐 你要教代他一些事情 你要教代他一些事情 你告訴他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我會再回來 我會再回來接你 那神所賜的平安 跟世人的平安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 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因爲什麼 神就是我們的平安 其實你跟昨日的弟兄姐妹講說 神就是我的平安 因為在耶穌的裡面就有平安 在耶穌的裡面就有平安 那每個人都會有軟弱的時候是嗎 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有失敗 或者是灰心沮喪的時候 可是沒有關係 在這個當中 這個當中 神就是我們的平安 神就是我們的平安 那因為那個 在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七節 剛剛我們讀的這個生的話語 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倒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 可是沒有關係 你看接下來四章 三十八節三十九節怎麼說 耶穌在船尾上 枕著枕頭睡覺 門徒叫醒了他 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耶穌醒了 赤折風 向海說 住了吧 敬了吧 風就止住 大大的平靜了 當時耶穌的門徒在小船上面 遇到那個風浪他們很害怕 那耶穌就起來赤折風跟浪 耶穌只說了兩句話 住了吧 敬了吧 風浪就平靜了 人的一生難免都會遇到 各種不同的風浪 重點是在風浪當中 我們有沒有耶穌的同在 有沒有耶穌的同在 然後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你的生命當中 正在經歷你的人生的暴風雨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什麼 耶穌可以平靜 你我生命中的風浪 耶穌可以平靜 你我生命當中的風浪 因為在疾病的當中 我們可以經歷耶穌拉法 神是我的醫治者 在軟弱的當中 我們可以經歷神是我的病難所 在貧乏的當中 我們經歷神是我的供應者 在不安的當中 我們經歷神是我的平安 我要請大家起立 我們來唱《無價至保》 然後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來回應我們的神 神說祂可以保守我們 神說祂可以保守我們 那在更大環境下祂可以保守 為什麼 因為我們隨時隨地走祂的保護之下 祂可以看 祂可以看管我們 那祂的看管是沒有任何的死角 而且沒有時間限制的 因為我們的神是不打頓 不睡覺的 好 我們一起用這首詩歌 來回應我們的神 我的名字 可挖在你心中 我的臉孔 聲音在你眼中 不是因為 我是理財呢 那是因著 你輕描繁榮冷點 雖然有時 我未跌倒軟弱 你卻一致 保容不放棄我 有你慈愛 緊緊地擁抱 我慘悲你 把鬼情要改 我慈悲你 唯有你陪到 所有的慈悲 一切残為榮耀 祝你的世家 祝你的世家 是我家之寶 你是我慈悲的主 我慈悲你陪到 所有的慈悲 一切残為榮耀 祝你的世家 祝你的世家 是無家之寶 你是我慈悲的主 耶穌 你是我慈悲的主 耶穌 在過去我工作了二十多年 在職場生涯當中 我有機會認識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廠商 很多的客戶 那我可以體會大家在工作當中 在事業當中 那份強烈的不安全感 因為我也創業過 那我知道大家 那一份尋求價值感的需要 那特別在過去幾年 經濟非常非常不景氣 那我要請大家把眼睛閉起來 那今天早晨 我有兩個問題要問大家 第一個問題是給 第一次來到火把教會的新朋友 或者是你已經來到教會一段時間 可是你還不曾接受 耶穌成為你生命的救主的朋友 今天早晨你聽了這篇信息之後 你說你願意如同正秀文一樣 你要把你的價值 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 你願意如同我那個同事一樣 你要把不管是工作的問題 不管是事業的問題 不管是把家庭遇到的那些問題 通通交在神的手裡 你要接受耶穌 你要把你的憂愁 你要把你的重丹 通通交給神 這個時候 我要請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這是一個邀請 我要把你的手 我要把手舉起來 那如果你以前曾經到過教會 然後如今你已經遠離神 遠離教會 那我也要邀請你 再次回到属你的家 讓神來愛你 讓神來保護你 你不需要再跟任何人來相比 好吧 我數到三 我要請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我要為你們禱告 一 二 三 看到好幾個 好幾個弟兄姐妹去說 我講一句 你講一句 我要請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我們在旁邊一起說 今天早晨 我願意接受耶穌 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主啊 從今天開始 你來保護我 卸下我身上一切的重擔 卸下我身上一切的憂愁 我是主要你保守我 帶領我 是的主要你保守我 帶領我 賜給我平安 賜給我平安 我知道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是從你而來 是從你而來 我不用再擔心了 不用再擔心了 謝謝主 謝謝主 我接受你 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你掌管我全心全人 你掌管我全心全人 在新的這一年 在新的這一年 你帶領我 保守我 保守我 祝福我 恩典滿滿 恩典滿滿 謝謝主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們第二個問題 我是要給那個 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 你說我常常 我已經信主了很多年 可是我還是沒有平安 可能我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平安 我要請你把手舉起來 我要為你祷告 1 2 3 我要為你祷告 如果你已經信主了 可是你還是 正在為一件事情 在煩惱的 在擔心的 我要請你把手舉起來 為你祷告 那我還是請大家把眼睛閉起來 我要為你們祷告 耶穌啊 特別為舉起手 這些弟兄姊妹來祷告 讓我們在過年這個時候 主啊真的是把正確的思想 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 讓我們知道 平安是由你而來 你有一個心意 就是願意讓每一個屬生的兒女 都要得到真正的平安 是的 主耶穌 讓我們定睛在你的話語 讓我們定睛仰望你 是的 讓我們不忘記 讓我們不忘記 我們只不過是受造物 讓我們不忘記 這個世界有一個創造 天地萬物的主 有一個愛我們的主 要使得主耶穌啊 在暴風雨的當中 主力與我們舉起手 這些弟兄姊妹同在 謝謝主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唯有你陪在所有的讚美 一切尊貴榮耀 主你的世界 是無家之宝 你是我珍貴的主耶穌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愛 聖利的感動與交通 常常與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也把那從天來的平安跟喜樂 充滿浇灌在 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當中 從歲手直到年終 謝謝主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們把最後的掌聲 歸給我們的神 好嗎 好嗎 好嗎